在楼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 北京和深圳相继出现了地产仲介关店潮 并从中小型仲介蔓延到大型仲介公司 显示大陆楼市的寒冬正在到来 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出现的降价潮关店潮 意味着大陆楼市泡沫破灭已在眼前 而这些问题的根源 还是在于中国畸形的房地产政策 楼市冷暖中介先知 自从今年2月份限购令实施细则出台之后 中介公司就受到巨大冲击 目前深圳二手房的月成交量仅有2000套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成 作为行业龙头的中原地产 在深圳楼市业务大幅缩水的情况下 不得不做出关店的决定 11月7号 中原地产华南区总经理李耀志 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透露 深圳中原地产今年将有60个门店暂停营业 这60间店每个月的亏损都达十几万元 在中原地产之前 深圳当地就有多家大的地产中介 纷纷关闭店面 财新网报道 10月份深圳市华地产关闭深圳保安 龙港 富吉 龙华等片区近100家店铺 中原地产也将关闭30到60家门店 9月份港制地产也关闭了部分门店 深圳的大规模关闭潮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 深圳房地产业时也出现过 这一次不少地产中介从内心感到恐惧 预感这次的关闭潮将比2008年还要严重 北京的地产中介同样也出现关闭潮 北京某大型中介公司的负责人 对新天报表示 今年前三季度 全行业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一开始有50家中小中介关店 紧接着大中介也支撑不下去了 据他的保守估计 全行业今年将有3000家门店关闭 大约5万名经纪人失业 大陆自由撰稿人朱新鲜认为 由于中共政府在房地产业 无度的资金投入 中介公司才随之大量涌现 现在打压楼市 出现关店潮也就不奇怪了 从一开始 这些业公司 他们的发展也是依附在房地产商上的 这些年来说 整个就不是很正常的 房地产业发展 成为一个所谓的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个很不正常 房地产不是作为一种 一个老百姓的居住地球 而且成为一个投机的这么一个行业 它是一种低型的泡沫社的发展 所以说这个中介的倒闭 从根本上来讲 也是前几年的进行发展的结果 中国出现的楼市降价潮 销售量低迷 中介关门潮的现象 是否意味着中国楼市的拐点和崩盘 已经到来了呢 中国事务主编武帆观察 今年9月份 中国70个主要城市当中 有46个城市的房价停止上涨 有的开始下滑 而在1月份 出现这种状况的城市只有10个 也就是说 在8个月间增加了4倍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风雨开始破裂 总算到了这一点 它的过程中间正在发生这种各样的事情 尤其发生社会冲突 这个事情不会了 因为这个泡沫破裂那么庞大 有个过程 这过程会造成人们巨大的痛苦 引起社会和经济剧烈的改变 这种改变让人们接受不了的时候 那就和共产党对抗 近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学与房地产学兼职教授 陈健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财商的专访 他认为中国房市的拐点已经到来 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陈健还指出 最可怕的是 当局对此毫无准备 应对无方 使得局部的危机将变成全局的危机 新唐人记者陈汉 李静 肖雨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